台灣的旅日棒球好手王伯榮 在本季賽末沒有獲得日本火腿隊的續約 不過今天傳出王伯榮已經跟火腿隊簽下了育成合約 那麼確定是要留在日本的職棒來打拼 那麼今年是王伯榮旅日第四年 但是他在一軍出場十五場 在二軍出賽五十場 那麼打擊率是三成二八 原本在日本大賽結束之後 球團已經正式公告他要離隊 但是根據日媒的報導 王伯榮表達強烈想要留在日本棒球界的願望 因此他選擇從培訓當中再出發 因此簽下了育成合約 這也代表著王伯榮將從年薪七千萬日元 大約是新台幣一千七百一十六萬 降級只剩下幾百萬日元